不知道你是否有注意 在过去的一百年 人类的审美发生了一场革命 房子从这样变成了这样 椅子从这样变成了这样 墙上的画从这样变成了这样 就连耳朵里的音乐也从这样 变成了这样 这些都是极简主义 不同领域极简主义运动的共同特点 是他们都在追问建筑 器物 艺术 音乐等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元素 什么是看上去很漂亮 但实际无关紧要 甚至让我们远离本质的东西 最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在挣钱和花钱这件事情上 也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如何挣钱和消费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接近本质 更自由 更幸福 他们是新一代财务极简主义者 一般来说 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 普通人认为时间等于金钱 但在财务极简主义者的眼里 时间等于自由 挣钱是需要花时间的 也就是会牺牲一部分自由去换取 普通人可能追求金钱的最大化 但是财务极简主义者追求的是自由的最大化 这可能导致他们从事一些不需要加班 兼职 甚至是freelance的工作 财务极简主义者的家里 通常也是极简风格 东西很少 他们不是定期扔掉多余的东西 而是训练自己 根本不买 他们通常会分析自己的消费决定 背后的心理和感情因素 只有能给自己带来持久快乐 而又真正重要的东西 才会激发财务极简主义者 去挣钱来买 人者在网上关注的一些极简主义达人 家里甚至只需要瑜伽店 MacBook Pro 手机和一个蔬果搅拌机 衣橱里也只有三件衣服和一个背包 冬季来临之前 他们甚至搬到泰国去住 OK 这个有点极端 但是在极简主义者眼里 物品就是干扰 让你看不见生活中其他的可能性 三 虽然你不会看到财务极简主义者 成天在淘宝上买买买 但是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天职的家伙上 往往是高质量顶配的东西 这是因为一般来说 便宜的东西总是容易损坏 而用户体验bug又太多 他们或许是为了省钱 不去星巴克买咖啡 但是在家里冷泡用的咖啡豆 可能比星巴克的好很多 四 财务极简主义者一般认为 自我成长 亲情 友谊 还有美好的回忆 往往是更能带来持久快乐的东西 所以他们愿意花钱 学习 健身 参加文化活动 和家人朋友一起旅行 这些无形的体验和回忆 对他们来说 才是真正值得花钱的地方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消费降级 其实忍者感觉 你需要的是一种消费方式的升级 为什么不试试 消费极简主义呢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 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